中国最近发展太快,尤其在基础建设和硬件发展上,更是被网友挂名为基建狂魔和陆陆通,但最近被俄罗斯普京等著名政要赞叹的高铁,在基础建设上战无不胜的中国却遭到挫败,不仅2800亿道大被夺,中国还遇到了竞争对手。 据9月10日德国明镜在线报道着,土耳其拒绝继续同中国在高铁铁路领域的合作,转而同德国西门子合作,此次订单的转让涉及金额高达350亿欧元,约合人民币2800亿,而据了解此前土耳其一直热衷于与中国进行合作。 在过去几年里,土耳其的铁路高铁项目都是由中国呈现,譬如中途两国在高铁领域最典型的案例,都首都安卡拉到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铁,其中中国修建路段全长为158公里,甚至土耳其对安卡拉铁路的施工质量和运营后的稳定暂不绝口。 而此次总金额高达2800亿的高铁大单,中国也同土耳其谈判多次,但土耳其要求太多,最后只能无忠而果。 随着德国西门子的加入,显然标志着中国在土耳其铁路建设上彻底出局,而带来的好事影响却不容忽视,已是中国竞争的失败,将导致中国企业遭到质疑。 二是德国等国的介入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,因此中国铁路发展和对外投资无疑遇到了瓶颈,走出去并不容易。 对此有专家分析,土耳其铁路的失败虽然有不利的因素,但也给中国企业再次敲响景中,中国企业不仅要改变在价格上的低廉形象,更主要的是在质量上更要提高标准。 俗话讲,三流企业靠劳力,二流企业靠贸易,一流企业靠标准,制定标准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,最有技术的企业,而中国现在还处于二流企业。 所以,一流企业才是中国应该最终目标,估计土耳其2800亿的到达,错失之后中国企业肯定会痛病厮痛。 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